平常没有什么人 我去了这么多团 这一场是最多的 两个朵夜我没回家了 两个朵夜 从 大业份 为 就开始了 我们要筹备我们的高峰会议 当 七业份 七业份 我们都开始业围 开始筹备我们的高峰会议 然后就 有剩下的 那些还没达成目标的 就要去看看 我们可以不可以 最后的达成目标 我们的高峰会议是在八月份 所以八月份就有很多场高峰会议 每一个高峰会过后 老板就会顾入 那个八个主的核心 所以如果那个八个主的核心 就放了 比如那些核心一个目标 然后我就开始跟进每一个核心的核心 所以当我跟完那些核心的核心 就到我们的两两大会 所以也继续的两大会过后 那个核心的核心 核心 然后他们做得到他们十一月份 那个领袖培训会 所以 表达大会已经 三个已经完成了 所以 所以 邓医生 出国了 到现在了 我就 等十天了 我都还没有 回到马来西亚都没有时间回到去 所以昨天我就 两场 我在马来西亚 听三十七 跟三十七 也是跟他们讲 十一月份的有多重要 然后就当你们了 而明天 我就会过去泰国 泰国 就有四个国家 我要跟他们谈 谈完之后 就要去跳跳沙 对不对 对不对 坐直下 叫做到去跳沙 我最怕是喇叭地下叮咚 有不同想到我跳火车 我会被他跳跳沙 看到沙 过后 要去Flipping 然后回兵谈谈 然后就 回来就是跟进 跟进夜中的 是看你们做得到做不到 然后夜中跟完了过后 就 到我们的领袖培训会了 就 再用八场的领袖培训会了 八场的过后 应该中间也没有什么事 八场的过后 而我们用这个领袖培训会希望什么 希望能够 让我们更容易的 做到我们的十一月份 不是一月份一月份一月份 而我们的十六周年 差不多一月份一月份的 所以他就叫找找,诶,十六桥可以咯,漂亮咯,我讲漂亮。 我这个肯定剪下去,爆了整个衣服。 所以国家就问,为什么会爆咯? 刚巧,我坐在我,站在我的旁边, 我当那个羊们剪彩那个说,你记得听我讲一二三,他们剪下去。 这一次要剪,讲一二三,要不要让我看。 他讲,为什么要剪一二三? 你们一剪,我就讲pointer了,我讲,马上过敏了。 我讲,我就不回来了,就是说,已经十六七号了,已经十六号了, 夜头就过年了,对不对啊? 这还回来做什么? 是不是啊,你们一剪,我们两个就拉那个, 叮叮出来,holiday! 没有得回家,最后的结果就是在, 波兰咯,对吗?过年才回来了,是不是啊? 整个Youtube跑一个圈咯,对不对啊? 但你没有可能带一个洋人回来,对不对啊? 哈哈哈哈 我感觉这张眼睛最优秀。 我的意思就是,下来的时刻也会很忙。 刚才我讲很多了,其实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立位里面的过程, 我怕有很多领导人已经忘记了,立位能够做得上来,他的过程。 因为有很多人已经用了他自己本身的模式,或者自己本身觉得这样做,然后每一个人就有每一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立位能够做得起,他就有一个方向,然后他做上来的。 你们能懂吗? 所以,以前我一进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进去那个时候,我每次讲的,立位16年, 我已经接近15年了,他16年就是我认真的15年了,他一年过后过一天,我加入立位了。 所以我一进去那时候,我老板就开始跟我讲产品啊,这些讲完了过后。 他说,我记得我是十个月见他,然后一月份,然后十一月见他,就一路跟我谈谈谈谈谈谈到, 接近华人过年。 然后我还记得,我过年那个时候我还去大三角。 宝愿姐还在他的家里帮帘炮。 所以我记得,为什么我这么记得,因为我进来那个时候,我去过大三角帮帘炮。 所以我记得我几次进来的,帮边帮那时候还没进来,过年那个时候还没进。 过了一年,我才真正的做,一做了过后,当第一场,就是 二月份过年,三月份我们的大三角检查。 然后就三月份就是我们的表扬大费。 所以当时候我老板表扬大费多少人,他讲 我们做过几十人,百多人的嘛。 我说表扬大费不应该是在一千人啦。 他就对着我笑,他就一千人不。 我说一千人啦,表扬大费没有一千人,那里可以。 所以我为什么我这么记得当时候我进去? 我做完了过后,我才发觉到, Livian没有做过这么大费的表扬大费。 他也不跟我讲。 当天, 当天, 去到当天表扬大费那一天, 我六点多还站在那个会场里面, 破狼路。 老板讲,你看,我跟你这样聊, 做不到的啊,几百人。 我讲,为什么我做不到呢? 我们都没有做过。 我说,我咋不讲,我没做过的。 所以当时候,那个表扬大费, 整个舞台, 包括 后面那个Banner, 还是我跟MK 跟以前大厅有关锁, 我们三个在顶的。 一椅子,我们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在排的。 我当时候一点多我都在排椅子, 坐那个舞台, 顶那个舞台, 完全是没有任何请人回来做的。 Consor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Consor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MK放音乐, 然后做那些。 这整个表扬大会, 没有用到外人在做。 当时候我们的那个。 所以等到六点半那个时候, 我心开有跳,老板讲了过, 哎不得Cordia不下来啦,表扬大会这么重要。 所以当时候就有老板跟我, 没有一个管理员打给我。 领导人也不打我。 我等等等等,开始七点九, 啊,六点九了,到七点了。 然后看到 Diamond Team打我, 遇到,我看 为什么穿着青色的衣服的时候。 我当时候Diamond Team穿着衣服, 青色的很, 好像踢足球一样的。 来那边多叻。 我开始看到那个舞衣服, 为什么穿着青色的衣服呢? 当时候,这个前排的领导人穿, 穿黑衣, 背后的全部青色的衣服。 那次跟那场两大会很好笑的, 那场两大会。 我也记得, 我骗他们, 我到时候懂那个时候, 我哪一天又跳舞啊什么, 讲了好多好多。 我炸药下去, 炸到他们全部都 堵一把啦。 对吗? 所以我还记得, 我每次上舞台, 我一讲话那个时候, 后面都有声音啦, 他都又来了。 那个时候不是讲到, Kenny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我远远都听到他们讲话。 就是我一上舞台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我上舞台骗人了。 他在后面骗你啦。 他们敢敢在后面那边, 我站在舞台他们在讨论啦。 那来了来了, 他又再来了。 所以我站在舞台那边,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讲出那句话, 你们可以相信的。 你们也选择可以不相信的。 就我们来, 我们来探讨一下, 相信跟不相信。 就坐在, 好像今天这样, 好像今天这样, 你们坐在下面听, 你们可以选择我讲完了多相信。 你们也是可以选择我讲完了多不相信, 对不对啊? 没有人能够避到你们的嘛。 来我们分析一下, 相信我讲的, 如果做到咧? 对啊, 这样是你打到还是我打到? 这样你不相信, 我就看看你要讲完了多我坐在那边看了, 看你做得到做不到咯。 好了,我做到, 我做了, 不管它好不好, 肯定有人因为做那个时候, 他学到跟得到嘛, 对吗? 我们坐在那边的, 肯定的你又学不到, 你又得不到嘛。 那讨论我示范应怎样, 最少跟着我一起跑的人, 我们一起学会, 这一个是做不到的,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每次这样的舞台或讲完了, 我肯定讲, 你们可以相信的选择, 你们也可以选择不相信的, 无所谓。 对吗? 因为成功, 或者要学习是很个人的, 逼不了的, 那里可以逼的, 没有的好逼的, 对吗? 你们自己本身选择。 我当时候就是, 表达会过后, 表达会过后他又讲, 我们下一个是什么, 我们需要去到KL, 我们剪彩, 我剪彩的, 我们现在要什么, 我们要十个Diamond Trace, 哇, 你已经帮我飞机一轮了, 我现在还是要Diamond Trace, 吹哨我那时候, 我就开始担心了, 那不管他, 我招论, 对吗? 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讲, 我们营顶的啊, 有医生来啊, 然后我们的开悟啊, 有气球啊, 全部, 我都乘以十的, 十个球, 我乘以一百, 一百个球。 一千个球我就乘以一百, 一千个球。 对吗? 有几个球我就讲, 整个天空都是球。 对吗? 我讲完的时候, 我还是跟他们讲的, 你们不要笑, 你们可以相信, 你们也可以选择不相信, 我OK的, 没有事情的。 当时候Jelly很清楚的, 所以, 他说你又来了啊, 我说你又来了。 所以每一次, 做完了这个表演大会, 就有另外一个高峰会议, 就有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就是没完毅了。 所以没完毅了, 我每一天想什么? 我每一天在想吃大炮。 我每一天都想吃大炮, 那个大炮还要吃得很大, 才能够做得大。 因为当时候, 有谁能够相信我们, 就吃大炮才能够相信嘛, 对吗? 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放那个目标, 那个画面要放得很大, 但是我们就还往那个目标去嘛。 累了, 我带着夜里他们, 我带着Mr.又累, 我带着夜里又累, 对吗? 他们的会议又不给我去。 我当我要求呢, 好,我们做到先, 我再跟他们, 你不用来的大哥, 你不用来的。 我们自己本身做, 对吗? 又要求, 给我去一次啦。 对吗? 好难哦, 我们都真的,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就是你要去人家的组织, 还要求他能够进的我。 你不求他不给你进的哦, 他觉得他那种方式比我的好哦, 不要请这个车大把他来, 没想到我们的司徒。 所以那个时候又偷偷, 去到大三角, 然后咖啡店那边等, 他们上去那个时候, 看到我自己本身坐在那边, 他们就上去了, 他们敢敢上去不拎我的。 剩下我自己本身坐在那个咖啡店呢, 那个时候我整样都是一个父母才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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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站在外面, 你知道吗? 好可怜的一个副总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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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吗? 我每一天回家, 我觉得他需要做他这么可怜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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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这个问题很大, 但是很可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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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 人笑得这么厉害, 认为他们懂。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就是他们七点半开会, 然后那楼下面有一个咖啡店, 旁边。 那我就去那个咖啡店哦。 对吗? 他们整班人家喝了, 喝了茶,然后刚上去开会嘛,我就在那边聊聊,我以为他们会邀请你,我们时间大了,他都你坐一下,走到后面,我比较好可怜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过那一个过程,我没骗你的,我没骗你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跟我讲他的问题,所以我根本不听,因为我经过你们经过的问题,我给人拍摄过, 他们不喜欢我,然后我尽量的让他们喜欢,他们几次找我,他们要打架那个时候找我,跟这个打架那个时候找我,一打一个电话来,他找我那个时候是鸟一轮腺,他都干你啦,我先听干你啦,我先上海,我抱着我每次上海我就讲干你啦, 我是给人家叫干你啦,干到我自己本身,所以我总的被干你啦这个字,如果你不是老来骂人,老来激发自己本身,然后再激发人,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如果真的我闻出一本书,我那本书,我肯定有一个主题叫干你啦, 我会一直给他闻出一本书 你想回着都长得很好笑的啊,所以上去那个时候,点点早餐拿特吗? 又不敢出声 然后上去了跟我讲几句话 又不可以讲的太夸张 又给他迪迦米特罗 贴一个我的人在门口那边 这个碗灯不可以进去 当时我说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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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慢慢的 我总能有一个领导 你必须要做到人家的后盾 就是他在我们的身边 他觉得有安全感 你不会对他这么多问题 当时候 所以我不会给 Diamond team有问题 当他们有问题那个时候 虽然他们不猜我 我也会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很多人来讲 你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解决你的问题 对吗 对于我来讲 我必须要每一次在表演 当他们遇到问题那时候 我希望我用我的自己本身的能力 能够解掉他的问题 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解 我超过一年的过 我跟Mr.Lo的交情 跟叶丽他们的交情 我跟阿丽他们的交情 你不可以怀疑 对 一年罢了我们的底裤 可以你穿完个过我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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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过后那个交情就不到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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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真的吗 你们不管不要笑 真的啊我没骗你的啊 是是是真的能够做到 他们去JB 来等我一起去JB 我们去KL 来我们一起去KL 对 就是那个交情 用一年里面好像我们的交情 已经是从小玩到大那种交情 对 清美充满 真的清美充满那种交情 跟业力来讲 我们每一次都 他们的东西我们都吃掉 回店里面一哈一哈的 我们哈到早上 我们哈到早上 所以每一天哈到早上 因为我们坐到我们grouping 不是三十点 然后这样飞 哇 这样到五点 然后吃买早餐才回去 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我们真的看回头它是一个笑话 看回头它是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每一天每一天就要想尽办法 让人家 或者我要影响的人 让他觉得我在他的背后 共有安全感 所以当时候 就一路在做一路在做 你问我来讲 嗯 问题大吗 你们现在碰到的问题 没有哪时候碰到的问题 所以当他们要找老板那个时候 不是讲我要找老板 没有现在见到老板那个时候 他把你好没有的 我一脚就 敲烂他的门了 那我没有骗你的 为什么 从本家一那个时候 他刚刚半年没有过的 然后本家一 放过第二那个时候 他是九个月没有过的 所以当我进去立位那个时候 其实做一年 大半年没有过的 立位是这样成长的 你们懂吗 对 这每一代 到了第四代那个时候 还是前面没有过 但是他有过很快 第五代开始慢慢顺了 10代 又换了 最多是一两个月 我们的活就顺了 我那个时候没有半年七个月 你不要 觉得有过 觉得有过 所以当时候我觉得 diamond 地面是很强 diamond 地面是很强 为什么 我们卖一个diamond 给一盒的罢了 我们没有给七盒的 如果能够谈得过一盒都不给 叫他明天来拿 因为那一盒对于我们来讲 他一个3688的价钱 就是你觉得现在的产品贵 当时候如果没有产品来讲 我可以讲一盒是3688吗 我可以讲一盒是3688吗 人家买你给一盒罢了 人家买一个diamond 我们给三盒罢了的 是一年的时间 他有七个月到六个月是美国的 因为我们接近是一年半分 一代又一年半分 一代一年半分 一代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我在台上已经 用我的踏套去到那里 如果现在你们 目标你们做不到 比如安妮安做安妮安做 Mr.Ru讲 你没有活这样做 如果你们做到 没有活 我请你们吃鲍鱼 还是整个马来西亚就大力量 你讲的 都可以 达成目标了 过后你讲有福了 下个礼拜有了 你讲请我吃鲍鱼 下个礼拜我哪里还请你都跟你讲下一个 下个礼拜再下一个礼拜再下一个礼拜再下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没有下个礼拜 所以第一批的 他他的基本功是很强的 第一批 所以今天马来西亚会输给这么多国家 对于我来讲 不是输啊 有些人还在外国了 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保持他自己本身当时候的辉煌 对 这个是我看到为什么保持不到 其实让我心痛的不可能 为什么人家可以 领导人上来了之后他还能够保持他的辉煌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当地一个国家有辉煌 但是我们保持不到我们的辉煌 所以这个卡住我自己本身的脑袋 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还能够做到什么 我还能够做到什么 我还能够做什么 我一有时间我会回来 我一定会站马来西亚舞台 一回来我有时间我一定会站马来西亚舞台 我总认为马来西亚能够做的 作为以前那个辉煌对于我来讲 所以这一次就关MK回来说了 就看到我们的 就在地面里面最厉害 最了不起 在市场的take down 对不对 所以我总认为他是能够拿回以前的辉煌 所以为什么我一站在这个舞台 我想提醒 我当时候的领导人 我也想提醒 我信任的人 信任 你们进来 你们所看到的今天的立月 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么好的 我当时候 现在如果你觉得他不好 如果好不好是要比较的嘛 对不对 我们不可以讲我不好 你讲的不好你是哪里比较来的 如果我讲这个短或者长 如果我觉得这个是短 你哪里比较这个是短 我拿这个短的这个是长还是短 你一定要比较了过后才觉得 更短跟长 对不对 对 所以当的时候 我进来えー agreeing 就是这样 吵吵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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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 是很可怕的,从几百人到千人,千人到两千人,两千人到三千人,三千人到五千人,五千人到七千人 我当时候的领袖飞行费没有一百派,我没有diamond1,你休想能够进来 不能进来的,你们要带人还是要买票,没有买票,你不能够进来 我当时候的水准利率的水准是高高在上的 是没有一个指销在市场上能够做到的,我们五千人那个时候还是一百块,我记得,一个票 还是要做到diamond1才能够进来,当时候呢,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有水准的指销 所以我对于利润来讲,我的信心满满的 所以就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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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我开始觉得累了,我就问老板需要吗 需要这么多高峰会议吗 需要这么多领袖培训会吗 需要这么多表扬大会吗 人家一年已经很八百了,对不对,我们还一年四次 人家那久不久做一个领袖培训会已经很厉害了,在市场 我们还是一年四次还是要几千人的,对吗 领导人当时候刚刚开始,他要带一百人 可以咯,你就买一百本咯,一本里面一百块一张 对吗,一千块一本咯,你要买,你要带一百人 你先要拿十千,然后才能够带到你的一百人来 那个时候,你没有赚到钱,你自己来咯 因为你又没有赚到钱,没有赚到钱 你来领袖培训会做什么 对吗,你首先要执行自己要做到 然后你才带人嘛,当时候是这样 当时候我们的利约书是这样,我觉得好累咯 对吗,我有跟老板讲,不要这么多长啊 领导人这样给你一路击一路击赚到钱 又要来给钱,来上领导培训会那里还有钱 我这样一年一次啦,我当时候老板就要坚持 我这个是直销的初衷 就是六七十年,直销有了多少年 直销在以前能够做得起,因为他们的培养是很到位 因为他们做得起,而因为他给领导人的价值比方大会很到位 所以是以前就有了的,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二十五年前他们就开始钱 就没有了不要不要大费,没有领导培训会 所以我们因为坚持这个是对的 一个企业,只要他能够做得上 肯定他的每一个都不能更改 对吗,他有他的初衷,有他的基本功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不过没有分开,我们坚持 我们坚持我们的系统里面的几个关键的和我们的大会议 所以到了十六年,现在靠近十六年 你问我来讲,我们三个系统 最主要那个系统是什么系统 最主要那个就是高峰会议 高峰会议就是里面的我们的领导人的核心 一个企业里面他有他自己本身的核心 但是领导人也是有,是成为我们立位的核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觉得能够做 或让他们,我们是有安全感,我们做得到的 然后我们一个高峰会的过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那一天的高峰会议 然后我们下三个月里面的目标 而我们从什么阶级开始 我还没进那个时候,我记得听过叶利他们讲 Ti-Man 1上 然后慢慢就变成Ti-Man 3上 然后Ti-Man 3上了过后,开一个高峰会的老板讲下一个 然后我们Elet 3上 Elet 3上了过后,在三个月过后 就是你是Ti-Star去到高峰会议吗? 然后下一个高峰会,必须要免贴三个月的Ti-Star 就是Elet 3上的高峰会议 Elet 3上的高峰会议 Elet 3上的高峰会议 然后几轮的过后,回去怎么 回去我们有Team Elite Power的高峰会议 然后我们的凤凰高峰会议 我们的麒麟高峰会议 我们的麒麟高峰会议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免贴麒麟的高峰会议 我们的10大 然后我们就变成我们的飞马飞马 一飞马,二飞马,三飞马,四飞马,五飞马 到九,然后就几回 然后就五飞马 现在我们的高峰会议 所以你问我来讲 他做不起,因为 我们不停的 每三个月都有一个大的目标 所以很多领导人 我很清楚,有些领导人要发那个飞马 到最后没有 还是要把那个 床底下掉了那些钱 还挖出来 然后来埋起那个乞套才能够去到 去到那个时候 做到了,对不对啊 然后做到了 在那边玩了一天 后天我们又等高峰会 飞马一又买 我记得我很清楚 我看得出那些领导人 没完没了的嘛 我快了飞马一 又快飞马一 飞马一又飞马二 对不对啊 不管怎样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但是这一个过程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立位 我们16年里面 我们去到这么多国家 也有这么多领导人赚到钱 对不对啊 对 所以我总认为核心 对于我来讲 是重要的 因为立位就是 我们立位里面的核心 跟领导人的核心 才有了今天立位的结果 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一次 变成八个组织的核心 我们就讲 我们建八个组织的核心 用这些核心来创造 以前或者现在的立位 如果我们有办法 把这一次我们做到五千人 就是我们平常都五千人开始 八个组做到五千人 就是我们四万人 所以已经如果做到来讲 我们已经能够去到我们十一二年前的立位 对 如果反一个圈来讲 他们做到好来讲 有可能二零二五年 每一个组织都是今天立位的业绩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 有吗 有 因为人卖就是钱卖嘛 对不对啊 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出了这个 所以没有回家 就一路一路在市场再跑 一路在市场再跑 希望每一个领导人都明白 这个是多重要的 这一切是多重要的 是不是啊 所以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想 所以刚才一开始我讲 我记得核心的人 最多的是Diamonding 有 他是对还是错 这么多人 他对还是错 没有对跟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 一个核心出来 他必须要这些核心 去做到 对吗 如果我们现在Diamonding的 我们现在在 Philippine的 我们的领导可以行为 今天这样一看下去 这里最少300人 有吗 有300人吗 有 最少300人 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个事情那么重要的 每一个50人 你觉得是多少 就是300乘以50 对吗 对吗 不是吗 如果你要成为 立位的核心 50个人都做不到 你不应该在这个房间里面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 一个project来的 一个要去完成那个目标的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都做不到 一个人50个 这样我们没有资格 我们是现在这个组织的核心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 一有这一场 我们都会交代我们的人 你们记得 我们要见他们自己本身的核心 什么叫核心 立位刚才有立位有立位的核心 你们有你们的核心 对吗 就是这个现在联盟有联盟的核心 对吗 联盟自己本身有他的核心 对不对 联盟自己本身有他的核心 他的核心有他的核心 对不对 对 我的意思就是diamond tree 他也是有他的核心 对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明白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核心 我讲的 这里每一个人 他打算要成功来讲 每一个人 自己本身一出来喝茶 做饭局做什么都有五个人 我先在这里乘五先 三百乘以五 是不是 三六九十二 十二就一千五百人 就是我们个人的核心已经有了一千五百人 我们如果一个人十个人 我们就有一万五千人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吗 如果我跟你们讲 你们要做一万五千人很难 如果你把核心拆下来看 他是可能的 对吗 每一个人选择了自己本身那一条核心 他就要选择自己本身 放着认 然后把自己本身去做到你自己本身 应该要做到那个结果 可以这样讲吗 对 所以我就入宿跟每一个人谈 我记得第一场我才在日本 我就跟日本 因为日本 日本跟韩国已经固定了核心 然后他们回去了过后 我记得没错了 有五天过后我去日本 我就叫那几个出来 然后告诉他 即使你们真正做多少 两千五我讲不是讲五千吗 他两千五罢了 我三个人嘛 他讲我七百多 他七百多 可能这个八百多 我讲不是两千五罗 我讲不是讲明五千的吗 对吗 我就跟着三个人讲 我想找你的核心出来 然后我讲你现在 平常你不定是多少个人的 能够讲要打的是多少个人 他讲我七八个咯 你咧 我整十个你咧 七八个叫他们出来 二十多个我讲二十多个讲 好现在我点 你的名单是不是全部在这里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好了你上去 然后你自己本身写 你自己本身的核心 然后能够做多少 我那个开始写 我应该两百五 我应该三百 我应该七百 我什么什么 写完了过后你怎么办 一番金钱八百的 他们能够做到 哇 哦 他们能够做到的 这一万多了 我们讲我们要做五千人 我想问你们 今天已经讲了 主制里面的核心才要来 对不对呀 就是你们来的 这有人点了你的名 今天你会出现在这里咯 可以这样讲吗 如果不是你 不应该在这里 是不是啊 这有人叫你来的咯 对不对 不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有活动 你们全部 你们可以来 应该是有人通知领导人 领导人通知他自己本身的核心 核心再通知 他自己本身的核心 今天才会坐在这里的 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 可以这样讲吗 如果每一个人的核心 他就有核心 如果我现在写完三百个人下去 你们自己本身写 你相信超过两万人吗 对 你们相信吗 对 对 为什么 因为你清楚啊 一个目标 我们必须要清楚 我们才能够做得到啊 对不对呀 对 是不是啊 对 好了 所以立位能够做得起 因为每一个人都已经 当立位是神 对不对呀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当时候我们坐在那边 我们看到老板出来 那个时候 啪 滑在飞机上 我们不可以知道 你们都这样 是不是跳伞 对不对呀 我们已经开始想了 哇真的跳伞哦 对不对呀 没哭到 表扬滑到我还在哭呢 对吧 感动 没讲对吧 又是他表扬 对不对呀 是不是啊 我真的想问你老板帮你们做了什么 我真的想问你们 为什么你们这么感动 老板帮了你们什么 帮了你们什么 帮了你们什么 就是他每一次讲述的目标 然后有人去完成 然后你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慢慢慢慢你们打了一下 哇哇老板好这个好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他放了那个目标 我们一起去完成 然后我们把那个力量推给老板 16年的过后他一条伞 每个眼泪都留下来 是不是对呀 真正做的是我们啊 有没有看到你们跟我们留呢 他妈的你们 是不是啊 你们的问题是我绝交 我给人家吊干尼拿了 他还不要去到老板 那我报告他 他吊干尼拿 对不对呀 应该看到我 你们留呢不是看到老板嘛 对不对呀 对 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当一个事情做好 每一个人在讲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就变成 一个了不起的人 对不对呀 然后他已经变成神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接到老板的力 容易的达成我们的目标 对不对呀 对 直销我们必须要 会借力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就是这一个力量 我们接到那个 他跳了过后人家讲 直销能够做 谁讲直销能够做 你不是做出直销 我的直销能够做 你的直销不能够做 为什么不能够做 你的老板不敢嫁回忌 我的老板敢嫁回忌 你不能够做 不是啊 对不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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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敢做 对不对啊 对 你可以为了主持 你什么都敢做 对不对啊 那个人才有安全感嘛 你的老板敢做吗 你的老板都不敢做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就是老板跳那一天 如果我是直销老板来讲 不用做了 不用跟他玩 他赢完啊 还玩什么 对吗 你们玩到跳伞 对不对 跳飞机 对不对啊 他补不了 对不对啊 我们要多几天我们又跳 整班高层就跳 他这样倒掉了倒掉了 如果我是那个直销的老板 我很难交代 因为直销 你要做直销要做得大 你要成为人家的领导 你要成为人家的后者 我们敢做的事情 市场上已经没有直销能够做了 对不对啊 对 对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借到一个平台嘛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这个也是因为他讲的 我每一个人照顾他做 变成 形成了一股这么大的力量 好了 这一次 到我们的组织 你们不要 以前 之前站在舞台台 哇我们的老板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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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怎样15分钟 然后哇我们的 又没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15分钟 然后又讲 IP怎样怎样 15分钟 我的怎样怎样 15分钟 然后叫你们 你们要做得好 下来 哇世界谈得很好嘞 对不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把这个品牌 我们所做过的 我们做到的 让更多人清楚 对不对啊 现在这一次不是嘞 是谈出这个联盟的 你们不要讲老板有多好 老板会讲你们有多好 你们不要讲我有多好 老板会讲你们有多好 对不对啊 把这些现在的联盟变成今天的老板 好 好了 我要你们想象一下 有没有这个可能 一万人 现在事件下去 事件想什么 现在每一个人上去他们想什么 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们只有五个小时 那五个小时里面 你们做什么 我们百分之五十 然后我们做普遍 百分之五十 然后全部都是三万万三 来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让他能够产生这个结果 我路三十七 三百 一十人 他们的核心 他们下一个目标 是波兰开场 凤凰 我跟他们讲什么叫核心 核心今天你们会在 你们也会拍摄 如果今天这个核心 这个联盟有一个目标 他们会上 比如这样讲 我就会跟 帮他们讲 这三个月过后 我们还有一个联盟的 如果你做不到他们的随杀 最好你不要进来 有意思吗 因为我们想 那些能够为了他目标做到的 有可能这里少一半的 可以这样讲吗 一样的 我也跟他们讲 你可以少一半的 如果我是你 现在开始 三百人里面必须要做到重网 因为我们要在波兰 然后我们在2024年 我们做什么 你懂多少个批评吗 三百一十人 他来告诉我 我会拐人 因为他不想被摆成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 他很清楚 他进来这个房间 他要做的什么吗 对不对呀 对 是不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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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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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今天 然后看到有很多很多很多领导人看了很多的大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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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已经讲了 能够坐在这里的每一个 他是不是普通的一个领导人 如果你觉得是 叫你的领导人叫你来 不能跟你的领导人来 inalyn 明就是核心不要叫我兴起 我是一个跟从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到 如果领导人叫你来,你认同你是那个领导人的那个班底,那个恶心, 我们讲出目标,我们一定要去完成,对不对? 好了,来我们看看,我们要足够的理由, 我们足够的理由,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自己本身要的目标,对不对? 所以,是你们来这里,是看到别人可以做,我来这里是玩玩, 或者我来这里做一个万大度大推上,然后我赚到我应该要赚到的钱, 然后其他的,不管我的事,我来这里不是当目标的,我来这里是赚钱的, 你也不应该在这里,因为帮我们买产品那一个, 你谈完立位有的是什么?虽然是卖一套产品, 我立位有比较大,会有很多人啊,如果我们的产品不好,那里有这么多人? 你是不是谈完这个来卖的?就是那个人会买,除了他希望那个产品买回去有效果, 他也希望有效果的过后,你能够帮助他,能够达成他的目标,我可以这么讲吗? 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卖产品,我们不可以领导人叫你们发目标那时候, 你们讲出我来这里是要赚钱,不要去跟我讲我要发目标, 因为你是领导人,对吧?我们要对于我们自己认同我们是领导人,是有责任的,对不对? 我们不可以自己讲的话,跟我们心里的话不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第一场的核心会议,我就当你们带进来的, 是你们要培养或者要成功,找机会的人, 我就当时我所看到的今天,我希望一个目标出来的,跟我下次再做那些做到目标的人, 你还在吗?是不是啊?可以吗?做得到吗? 做得到吗? 做得到吗? 我给你们这本身一个掌声。 我给你们搞清楚先,我们现在所付出的,或者我们下来, 我们要咬住牙筋,然后我们去拼到我们应该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啊? 我现在我们的拨跌区,是我们的拨跌区一粒一油油的拨跌区, 还是我们一带一带这样下去的? 一带一带。 如果一带一带下去,我想问你们大家这里一个问题, 你们进来立业听过拨盘书,还是没有进来立业那个时候听过拨盘书的? 进来过后,对吧?我不是,我还没有进来,我已经听过拨盘书。 因为在市场上,二十多年,他们已经在市场上, 这个产品已经四五十年了,在市场上,和他们注视这个拨盘书, 已经我们还没进来立业,我们都听过哦。 对吗? 对。 什么事啊? 不是进来了过后,我们懂得拨盘书。 因为以前人家跟我们讲,美拨盘书, 你最好不要讲再讲,我都已经巴塞去了,对不对啊? 不是那个产品没有效果,因为我们用不起。 对。 可以这样讲吗? 对。 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们进来了过后,懂拨盘书。 我们还没进来,我们已经听过拨盘书。 是我们不想听,因为它是很昂贵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啊? 对。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没有立业那个时候,拨盘书是专业的,对不对啊? 对。 它必须是专业,它才能够卖得贵,对不对啊? 对。 做拨盘书,这个行业必须要是很专业的人才能够做到。 对。 因为全部是名人,全部有钱人,我们在OPP里面有的,对不对啊? 对。 这么专业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立业,拿着一个产品,对吗? 然后拿着跑了16年,然后换了现在的TT带。 我再讲个意思,因为这个是专业,如果你不专业,没有立业,你绝对做不到这个行业。 除了你办法去做,在市场有人做,没有执照的有人打拆盘书,对不对啊? 对。 这个拆盘书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一个产品,有人办法去做,其实拆盘书是有demand的。 它不单止有demand,它是有效果的,人家才有办法去做,对不对啊?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好了,如果可以这样讲来讲,现在我们的地区在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现在我们放在什么?我们放在科技,对不对啊? 我们不单止放在科技,我们还放在我们的专利,对不对啊? 对。 所以Liwi很清楚它在做什么,它研发这个做什么,它不单止要给这个产品转业。 所以专业到我们不是专业,我们也可以来卖这个产品。 你不用专业,你会塞在人家主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把那个专业放在产品。 我们把科技放在产品,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啊? 对。 所以我们的产品才能够寄透利益嘛,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现在做什么。 我当人家回答,问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这么好,还是有医生吗? 对的,如果那个产品,如果这么好来讲,它不需要医生。 但是我们是不是专业的产品? 不是你们所谓的是营养。 对不对啊? 对。 所以每一个产品在市场有它的理由的哦。 它不是叮咚,我有了这个产品的哦,不是的哦。 对吗? 为什么市场有营养啊? 因为医学上他们的专业,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吃的一切,是不足够营养。 所以你们必须要补充营养,对不对啊? 那个是三十四十年前,已经讲了,对不对啊? 所以在市场才有ABCDEFC到处的人,是不是啊? 一切营养都补充进去我们的人体上,因为你不足够,你流逝,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啊? 叫我来看。 Panadol,是叮咚有了Panadol,还是有人有了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他们研发,然后把研发的产品塞在他们的嘴巴。 然后可以哦,这个是Panculer。 是不是啊? 就是每一个产品在市场,它有它的理由,有它的责任出来这个市场,可以讲讲吗? 对。 那台盘说它出来市场,是什么? 它叮咚有了没有东西,就拿台盘来吃啊? 它不可能。 它不可能肯定有专业觉得,能用这个,它能够隐藏它的衰老,对不对啊? 对啊。 所以当时候的专业来,把这个产品打在身上。 到现在,我们的16年,他们已经60年了。 可以这样讲吗? 好的。 所以你看,当我们觉得我们能不能够做,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领导的,我们一定要学会。 一个行业,我想问你们,一个行业,能不能够10年20年计算得到吗? 它能够计算得到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整个市场就是冷载工资,对不对啊? 人要它打,它就打,人要它起,它就起,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不买车工资,我可以,我可以不买车工资,因为不买车工资,我不会死的,我买S-Class咯。 我买不起S-Class,我买多大咯? 我买不起多大咯?我买干旧咯? 我买不起干旧,我不买咯?我搭车咯?我会死吗? 不会,对吗?就经济不好,有可能我不买车咯?有可能我们不买更贵的车咯? 所以因为我不买,会影响到车这个行业咯?对吧?我不买品牌可以吗? 我可以买普通的品牌吗?我可以去巴萨买吗? 我再不买来讲,这一年我可以穿旧的吗?我会死吗?影响到我普通生活吗?影响不到,对不对啊? 我不是好的可以吗?我可以装都可以吗?我在巴萨买可以吗? 巴萨买再不吃,我回去家族可以吗?我会死吗?也不会死,对不对啊? 就是市场,是能用钱,它就起了,能不用钱,它就掉落。 所以我们以前做的生意,今天可以做,未必,现在可以做,因为不长久。 因为我们所做的生意,都是在人工资,对吗? 而市场上,它一改变,或者有一个新的东西来讲,你做这个好做, 未必,一出另外一个,你改变不了,你马上明年你就倒了,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改变不够,市场快啊。 所以很多人做生意,它很大的压力。 它很怕,它因为改变不了,对不对啊? 你要改变,你要改变完整个企业。 如果你改变不到来讲,你不改,你马上你就倒闭了。 所以企业是很大的风险哦。 它要跟着市场去跑了,对不对啊?就好了。 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产品,它人是控制不了的,对不对啊? 我们才能够做嘛,对不对啊? 我们看,人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是什么? 我们不能够控制现在的时间停顿。 对。 对吗? 如果人类有办法控制现在的时间停顿。 这样我们就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老化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时间停顿,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老化了。 今年你51岁,定统一生51,定统一生52,对不对啊? 你61的,定统一生62,定统一生63,对不对啊? 你81的,定统一生81,定统一生83,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控制时间的停顿, 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本身的老区,对吗? 因为我们自己的老区,我未必要是这个产品的。 会死吗?不会的。 他不买外带会死吗?不会的。 但是它影响到普通生活。 我不买S格,影响不到我普通生活的人。 我不买衣服,影响不到的。 我不擦好的,影响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脚有问题,如果你心脏有问题,如果你不健康来讲。 如果你现在要很漂亮的,你以为人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不买。 它会影响到你普通的生活,对不对啊? 你不会死的。 你们不会死的。 它会影响到那一个人普通的生活。 当影响到我们普通的生活的时候,就影响到你的家庭的生活。 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一个人中风,整家人发疯嘛,对不对啊? 那个就会影响到你自己普通的生活了,对吧? 不会死的,你发疯罢了。 没有事情的。 你可以不吃的。 是不是啊? 啊! 我们做住的就是这个产品。 我们做住的就是这个产品。 所以在市场上,这么多产品我们不买,影响不到我普通的生活。 先不要讲它会不会死。 但是如果你身体出现问题,你不会死。 但是影响到你的家庭的生活。 对吗? 对吗? 我们家庭没有问题,我们要成功这么麻烦。 影响到家庭的生活,你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吗? 没有了。 完全切切底底的,你没有机会了。 是不是啊? 你看,当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更了解,更明白, 为什么我要更大的压力。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不懂那样,你做了。 因为你不懂,你不明白, 你没有了这个行业, 你不会有另外一个行业, 能够让你过得更好的, 你不会有的。 因为是最好了的,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啊? 对。 如果最好了,我在这里, 我都不给我自己本身一个目标, 你觉得还有更好的, 让你真的能够做上来吗? 没有了。 可以这样讲吗? 你看, 好不好是经过比较的。 对。 而不是我讲好, 你们就会觉得好。 如果我在舞台跟你们讲好, 你们总认为好, 然后你去做。 一个问题, 它就打倒你了,对不对啊? 对。 因为你不懂, 你不明白, 你不去学习。 当我们已经懂, 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后路了, 你就懂, 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了, 对不对啊? 对。 不是其他的, 不能够让我们赚钱, 可以的。 但是那个是, 普通生活到老。 你不会, 因为你现在出去, 能够赚得更多的, 但是你也不会饿死, 但是你不要, 发疤了吗? 你能够, 一不登天, 你不要忘了。 因为, 你所做的是人控制的行业, 对不对啊? 不单只人控制的行业, 你还是给老板再控制。 你不单只给老板再控制, 你还控制你的时间, 对不对? 我们已经不够时间了, 我们还给人控制我们的时间, 你觉得你们还有希望吗? 没有了。 你们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们, 当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先。 当我们搞清楚了过后, 你们就会明白了, 是不是啊? 现在, 我们这个, 50年的过后, 我能够传吗? 50年过后, 我还能够拿到这个吗? 这样我们要看了。 你觉得50年的过后, 有人能够控制的时间停顿吗? 100年有吗? 如果没有, 这个能够50年, 100年, 或者200年。 有可能讲, 科技改变呢? 我们科技还没有到, 我们的分较期, 整个市场, 和我们讲, 能够, 能够, 移转的, 产品, 现在我们做到的, 整个市场都做不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 我们领头了。 对吗? 你要改一个比我们更好的, 首先你有这么大的本钱吗? 我们现在每一年, 这几亿几亿的哦, 我们才有本钱, 来改造我们的产品哦, 来research我们的产品哦, 你觉得你开始, 你够我们的本钱打吗? 就是你要硬到哦, 你要跑16年的过后, 你有这个本钱, 才能够比我的科技更好, 对不对啊? 如果没有, 你永远的追不到, 是不是啊? 当你来到我们16年, 当你来到我们16年, 在这里的每一个领导人, 我跟你讲, 硬大疯疯了, 对不对啊? 跟我们没关系了, 对不对啊? 是不是? 诶? 如果这样看起来, 很有希望诶, 如果这样看起来, 他是有希望诶, 然后我们就看了, 这个企业, 我们再一次的看清楚, 它对于你们出气来讲, 它给到利给你们, 你们在市场有竞争力吗? 它公平对待你们嘛, 对吗? 我就来看看我们的制度了, 所以今天我叫你们基本功业, 是提醒你们, 这个是你, 对吗? 你们是不是要画的吗? 对吧? 哦, 你们不是画星星的是吗? 是圆的是吗? 对啊, 我怕我久没有跟你们聊天, 你们已经去到另外一个level了, 哈哈哈, 然后你们画星星的, 我还说, 你不update, 我们现在释放了, 你懂Dentology吗? 所以我问你们一下, 所以, 如果我带一个, 诶? 我在这里多少%, 10%, 10%, 10%, 对不对啊? 对, 我们来看看, 这个10%, 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吗? 我们先不要看, 因为我们做一个行业, 我们首先一进来, 我们要很清楚, 我要告诉我的人, 他做什么, 然后他能够生活, 如果, 直销能够做得大, 他还需要时间, 对不对啊? 我们就这样, 先不要讲直销, 不是直销先, 先这个品牌, 刚才我讲的, 他有没有市场, 他有没有demand, 他不是人的需求, 我讲完了过后, 现在我们看, 外面市场的, 哪一个, 刚才我讲车的Rose, 刚才我讲的Marsley Bands, Honda Equal, 或者其他的种种的品牌, 我们卖有没有demand, 屋子有没有demand, 我卖衣服有没有demand, 我卖美容有没有demand, 我卖我们必须的产品, 我们要的有没有demand, 哪一个有demand, 应该没有吧? 最高的percentage, 到2.5%, 到3.5%, 如果有3.5%, 这个行业很好做了, 可以这样讲吗? 如果我们以Salesman的心态, 我们要找一个品牌, 在我们的手上, 然后我们推广我们的东西, 如果有3.5%, 你马上去做, 很好做了, 我讲的是品牌啊, 不是那些刚刚出来, 卖不出, 然后给你卖, 我跟你分50%那种啊, 我讲要市场, 要超过16年, 它不需要人的必需品, 它不需要专业的, 和我们讲percentage, 有吗? 没有吗? 对不对啊? 如果没有, 就是当我跟人家讲那个说, 那个percentage, 我在市场, 我这个产品拿去卖, 在市场, 它是能够有竞争力的咯, 它不单只能够竞争, 我们还能够赢的, 可以这样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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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个发了, 它一个发红罢了, 它不单只能够在市场, 所有人类需要的产品, 它已经最好, 它已经赢了竞争了,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所以讲, 我们有了市场, 我们还要选择, 这个有没有竞争力, 如果这个有竞争力, 我们就不能够讲, 这个不能够做了, 你们要跟我了解了, 是不是啊? 好了, 我带多一个, 一模一样咯, 10%了, 是吧? 所以我们的是对破, 然后你左右有的, 就10%了, 就三个来讲, 30%了, 你再开来讲, 20% 再对破来讲, 多1% 这个是我的percentage 我刚才讲的, 我们已经在市场, 已经没有一个产品, 能够跟我们的10% 如果你选择做, 你不可能做一套, 对不对啊? 你真的做一套, 你下面做一套, 你还是30%, 对不对啊? 它还是在市场有竞争力, 对不对啊? 如果你在这里做, 你更好哦, 是不是啊? 它又有市场, 它又有品牌, 它又有专业, 对不对啊? 又能够学习, 又能够表扬, 诶, 有得做, 可以这样讲吗? 如果有的做, 就是容易影响更多人进来咯, 可以这样讲吗? 好了, 如果这个跟你一样, 所以, 这个infinity, 这个infinity, 我们拿它的matching,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制度,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的制度里面, 虽然你看这样, 我们播出去的是80, 我们拿20, 我想问, 我们对于领导人, 有诚意吗? 有啊! 而我们不单止有诚意, 有时候我们还播到101, 亏本, 因为你们的好好的慢慢的排, 排到棒棒的排,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配分, 这另一月需要顿货, 而是研发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专业, 我们需要领袖培训会, 我们需要表扬大会, 我们需要高峰会议, 老板需要请我这种每一次讲错话的人还要赔工钱,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对于你们来讲, 这个企业有诚意吗? 有啊! 有诚意嘛, 对不对啊? 所以我问你们多意思, 你买一套是多少钱? 18千 如果这个笔是10块, 在我的口袋里面拿出10块, 这个笔我卖11块, 在我口袋里面我拿出10块, 然后我买这个笔, 然后我卖11块, 我想问你我赚到这个笔上, 到这个多少个怕? 10, 为什么? 因为我有hosting嘛, 我有成本嘛, 那10块钱我拿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必须要做省意, 控掉成本, 那个就是我赚的钱, 可以这样讲吗? 对 我想问你们, 你们出了什么, 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是10个怕? 你出了什么, 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是10个怕? 应该爱在RW里面所看到的每一分钱, 是100怕? 对 因为你们出了时间跟代价, 对吗? 对 你没有出过本钱哦, 你不应该10个怕哦, 你是应该你的RW里面的10个怕的100怕,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到你们的RW是100怕, 对吗? 对 应该是这样计算嘛, 因为我们必须要扣掉成本, 它才要怕数嘛, 如果你没有成本, 你不会有怕数嘛, 对不对啊? 所以你们RW那边不应该有怕数嘛, 对不对? 除了你是伟大的领导人, 我有请人去高工会, 你就赚的钱, 扣掉那个, 你赚多少钱? 还是超过10%, 你不可能拿出50%, 对不对啊? 拿出50%, 你应该今天最大的是你了, 因为你够付出代价, 可以这样讲吗? 是不是这样? 对 我才问你们, 我们制度上, 有多少个地方赚到钱? 很多啊 很多啊 多少,在哪里? 刚才我们讲, RW那边一分钱, 你看到的RW那个, 你Master Account所赚到的钱, 不管他那里来, 他就一分, 对吗? 不管他对碰在那里, 你百分之百的, 我再问你们, 你们多少分? 收到, 我算给你们, 很简单的, 这里, 有你们业力, 应该在这里的每一个都跟业力很熟, 对吗? 业力昨天的对碰拿完了, 你底下今天的对碰, 明天他就拿完了, 对吗? 他是空的, 他屋口是没钱的, 你现在问他, 他要卖多少钱? 很简单的, 我们做生意, 我们付出代价, 到最后, 我们有没有结果, 有没有价值, 很多人讲, 直销是没有跟的, 直销是没有价值的, 我就拿, 现在, 业力来讲, 现在业力的钱已经用完了, 大车买完了, 他要帮, 家里的帮完了, 而我就当他, 过去的十五年所赚的钱用完, 一分钱都没有在account里面, 现在你问他, 他account要卖多少钱? 很简单的, 我送给你们, 很简单的, 我送给你们, 我送给你们, 他值得多少钱, 等一下, 你看你要不要买, 我如果今天, 我有一百万, 一百万啊, 我算在银行, 六个percent, 我多少钱? 六万, 六万, 所以我放一百万在银行, 我有六万, 有钱人终于放一百万下去, 要赚他的六个percent, 可以这样讲吗? 对吗? 对吗? 我给他的10%, 你一百万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啊? 这样我赚多少钱? 十千咯? 十万咯? 对不对啊? 十万, 现在业力的户口, 你觉得, 要多少百万来买? 算得到了, 如果他是一百万一个月的, 你要千万, 你才买得起,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因为我们是对比的嘛, 我投资这个, 我能够有多少个percentage吗? 对 你现在我要帮业力买, 如果业力的户口, 一个月里面一百万, 这样他应该值得多少钱? 我就计算, 我有一百, 我银行能够拿到一百万, 所以我要是, 拿不到一百万哪里, 拿不到一百万哪里, 一百万哪里, 十千万点哪? 十千万! 哪水票拿不到一百万哪 哪水票拿不到只会干bil什么呢? 一百万哪开事 都五十十千万? 十十千万, 十千万哪 哪儿如果拿不到于台湾? 他的户口如果你要买 他一百个Million 他都不卖Million 两百个Million 他都不卖Million 他是对比的 我们在市场他是对比的 不是他值得值 不是你讲我值得这个钱就值得这个钱的 我投资的我每一天我们拿多少回来的 对吗 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一百万来讲 他要一个亿 对 对 他的户口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对 对 所以有很多人讲直销是没根 我跟你们讲直销的根在哪里 对吧 我跟你们讲直销的根在哪里 很多人讲直销是没有价值 为什么今天 业绿的户口值得这么多钱 这个就是 我们把时间放下去 我们每一天所见到的钱 那个是你利用钱 你看啊 如果我做生意来讲 我要做到钱 这个钱我不能用 我打工钱 把这个钱放下去 起那个厂个大 我才有那个市场的价值 可以这样讲吗 生意是没有价值的 你那个生意 有什么是你的那个才价值 你租电是没有价值的 你要求人家帮我买了 50千 你帮我买了100千 那个做生意是没有价值的 你要做到一个生意 是那个东西是你的 你有厂的 你有GC的 那个是你的价值 生意是不值钱的 所以有很多人做生意 做了一辈子 他退休那个时候是没钱的 因为他每一天所赚的钱 他每一天他都是需求来的 他需要用的 所以有很多做生意 到老那一天 他是没价值的 因为卖不出的 没有人要的 百年的企业 做了两代都好 那个餐厅你帮他买 你不会买的 他出一个20千 30千 40千 你就不买了 哇有没有搞错 我百年品牌 你百年品牌是你的事情 他不值钱的 值钱这你有什么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你们讲 你们讲 直销没根 这样我想问你们 为什么 夜的油 来看看 三百间 hotel 你需要八十个million 到一百个million 起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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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 夜的现在如果以价值来比 他有三千间房间的五 star酒店 打准价值 来给业力一个 所以你看 直销能不能够做 是你们能不能够明白他 了解他 对吗 我讲不是业力值得钱 你们的也值得钱的 是看你们的过去 你做业绩还是做组织 对 你做阶级还是做组织 对吗 这个是你们的选择啊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你看到小的 你就做到小的 你没有组织 你就不值钱了 对不对啊 这diamond team 一路以来 他想把它做大嘛 组织 这个是你们的口号嘛 所以业力今天值得钱咯 好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自己本身 又值得多少钱 当我们觉得 我们的不值钱那个时候 你真的要思考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们做了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斤斤计较嘛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付出那个时候 你讲为什么是你嘛 对吗 一切就是你做了什么 你得什么了 对不对啊 对对 今天我讲业绩耶 我没有讲宴豪耶 我没有讲欢迎耶 我没有讲这些费码就几环几环 David他们呢 你觉得他们又值得多少钱了 你们所谓的职销是没有跟 你为了领导人叫你们file 我不是file的 进来是赚钱的 那就是当初你讲的话 对吗 所以我们必须讲 你们要打 要把主持做好 要把主持做好 要贡献 你们不听 现在我们立月来了这个 蔡山 我现在来告诉你们 你们过去你们不见了什么 人是这么见的 必须要打 哎呀很痛啊 你们才会明白 你浪费的时间对不对 对不对 当初跟你们讲有用吗 No 你们会听的 是吗 可以 好了 我想问你们 现在我们从头再来 这个是你 现在你们一起 我们思考 打十二条线 Diamond 3上 你要买多少钱 听清楚啊 当你在做你的主持那个时候 你打一个费吗 然后我叫他把他主持做好 然后他做到 帮你做到十二条线 Diamond 3上 你是费吗 你要买多少钱 如果十千八千来讲 那你都不用去 你来找我 因为我打工很少钱 如果你能够做到十二条路 Diamond 3上 有主持的 你出家 我买 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应该要这样算嘛 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我要空的 我要你的人罢了 我不要 我要你四三条线 就是这样 你多少钱你会买 你们觉得辛苦吗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看到的过后 我们才去做嘛 对不对啊 我就给你们看到 我都给你看到 现在业力他不会穷了的 他有一天 我对你们很失望啊 我退休了 我跟你讲 他拿出来了 一下子David他们就买去了 你相信吗 嗯 嗯 他 就回去 跟马来一样了 在门口跟爸妈妈每天 站在那边打工了 这样 那个就是我们 过去所做的事情 然后现在我们的结果嘛 对不对啊 来我们来回这个十二条路 讲一下 你们要卖多少钱 我觉得 当你们做到 我出的十千二十千三十千 或者一百千 或者一百万 你们都不卖 对 你们一个月里面 你们做一百万 对 对吗 最少十倍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就是我做到了过后 我也是一个小的酒店 然后来比较我的价值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可以这样讲吗 对 然后刚才我比较了三百多间 酒店应该业力比他们大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风险 对 对 那个是有风险的 对 那个是要照顾的 现在业力是不用去照顾的 嗯 明白吗 这个就是直销 谁告诉你们 他是没跟的 是你一开始那个时候 有没有把你的跟做好 对吗 对 一开始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去贡献 刚才我讲哦 对吗 我们的制度 有竞争力吗 对 有 我们的制度 公平吗 对吗 对吗 如果有竞争力 公平 还能够有价值 我想问你 在市场那里还有 产品也有市场 我再问你们多一次 那里还有 做不起 是你们完全都没有想要去学 还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贡献 来我想一下 就跟市场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 是不是啊 对 一点小事情 我不喜欢他 所以我一开始跟你讲 Diamond Team是不喜欢我的 没有一个组织喜欢我的 你以为除了Diamond Team 三十七他们成立那个时候 他们讲什么 你觉得他们讲什么 我们三天课程不要给他多来 Diamond Team有讲过 三十七也是有讲过 对吗 每一个组织都有 他觉得 是他们赚了很多钱 他不想我进去里面 更清楚地告诉他们 我什么 It's okay No problem 或者是放 我等机会 对吗 我不是你们碰到问题 我也会碰到问题 你不要以为你们受委屈 我也受委屈的 对吗 因为我清楚我在做什么 我清楚我要什么 对吗 我清楚我要达到什么目标 对不对 所以我就等机会了 对不对 今天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明白吗 明白 你们会谈吗 你们是不是有你们那套 对吗 我可以阻止你们吗 阻止不了讲你们不听的 讲你们不改的 对吗 就等你们满身伤痕 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听得懂了吗 听得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好了 我再问你们多一个问题 立位给促销 都是给顾客还是给你 想清楚哦 立位给促销 是让你们给顾客 还是让你们借到更大的力量 能够在市场上发展 我们已经一开始讲明 我们的配套 你给我们的钱 就是促销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把 也没有讲过球 我们给促销 是给领导人更大的力量 然后去完成他应该要的目标 对 我们会给顾客多余的 我们会把我们这样的产品专业 有效果 你给我的钱 你得到了 其合 我们从来 不会帮我们赚的钱 放在顾客的身上 顾客永远都是顾客 你是我的顾客 为什么我要给这么多促销 来给你 你是我的顾客咧 当我们要想给促销那个时候 是领导人要败目标那时候 当我们给促销那个时候 领导人 想把他配正他的组织那个时候 对不对啊 对 因为你们贡献最多那个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借用一把 让你们更容易吗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 是你们讲的 好了 来我们看看 我的产品好卖吗 好 好 好 我们产品好多吗 好 我们企业好多吗 我们企业好 老板好 叮咚很好赚 产品贵一点咯 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不分良心嘛 对不对啊 我们不要讲骗话嘛 如果这么好多 你们上来了了是不是啊 肯定有东西卡住了嘛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东西卡住 你们上来了了是不是啊 什么都好就产品比较贵 是不是 没有一个东西不好 产品比较贵 是不是 不用讲 我们也明白 市场上没有 所以你拿什么来比较吗 刚才我们要补充的产品来比较 你拿包商王来给干凤榴莲来比 有的比嘛 你要比回我们那个产品 你不要拿 不是我们的这个领域的产品来比哪一个 肯定是死定的嘛 对不对啊 对 不管它怎样比 你都会觉得它贵 因为你们不想学 是不是啊 如果我可以把它调转呢 先吃产品 后做closing 这个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我们才可以促销 我想问你们 我们一tap 一罐里面60粒 我们上个月给促销契合 所以我们总共是拿到 420颗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如果420颗 我每一份 我放10颗 然后 我就跟你来过我的健健大会 你来过什么 我选人 然后我给你吃 然后我的下线去追 你吃了一颗酱 吃了两颗酱 吃了三颗酱 4天酱 5天酱 6天酱 7天酱 8天酱 9天酱 10天酱 我想问你 我把它分类 42个人 每一个人的10天 我在这里的趴数 有效果的是多少 全副 全副 我们不要讲全副 我们讲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来讲 我等于多少个人 25 25 就是他已经接近 我们的担任推上 对 对 对 我们讲六十 有人讲一百 但是如果 我跟我的人坐下来谈 我给这一个 初夏月拉本给我的 所以你买的 我可以叫你这样做 然后你给他们吃 然后吃了过后 我听完我的OPP 听完那个说明书先 然后FORM 你跟谁住 你爸爸还在吗 你妈妈还在吗 你给你的爸爸吃 你给你的妈妈吃 你给你的那个生 你自己三十多岁不要吃 好了 如果我们认真的对待 我们自己本身要什么 就是我帮你 我有权利写你的人 对不对啊 对 可以这样讲吗 你的Listing 42个GD 要跳到我的身上 你现在写出来 你每写一课 我就给他犯局 然后去 然后听我讲话 如果十课来讲 一克 是多少钱 我就要除以 10 18 13 088 13 088 除以 420颗 是多少钱 一克 三十一块 三十一块 我给十二颗 就是你来我的班局 我给三百一十块 吃了我的饭 听了我讲话 我还给你三百一十块 我想问你 你是可以带到多少人 你来跟我讲 你讲没人吗 你来跟我讲 如果拿一点点的小钱 你们就觉得 你不应该贡献 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房间里面 因为那个价值 是你自己把它毁掉的 对吧 你的下限等于帮它 是你自己本身把它毁掉的 不是这个行业做不到 你们愿意把那个产品便宜卖出去 加一个提套 然后不帮你的下限 是不是 这样你做不到 是你们的态度有问题 或者你们的格局有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愿意那个人帮你买 我们给去你家一 我们家四你家都两盒 你们愿意给 但是你们的饭局 你就不愿意给那些新人 这样我想问你 你们的态度有问题 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 还是市场有问题 想清楚先 对吗 你们愿意把那个产品 卖便宜出去 都不拿来帮你的人 所以很多人在comment 出外面卖多少钱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用屁股 来想东西的人 来计较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很多人来comment 他都你不懂的 不是我做不到 我每次都跟他讲 你真的需要我听吗 你真的会让我听吗 你真的会让我听吗 你讲给我听是comment 还是说服我 你做不到应该他 我给你说服了 YES 你们做不到因为这个事情 我想问你 你有什么好处 你不应该在我的身上 拿答案面 你还来怎么跟我complain 对吗 你说服了我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我想问 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没有好处 你还跟我的人讲 你们做不到 因为这样讲 搞到我的bizels 全部守得 为什么他做不到 他跟我讲 外面的 网站很便宜 你们搞到我的人 本来全部都很多的 你看看 Iwan 搞到他整个人都是谁 搞到 我还要回来 把他loop他 你听这么多怎么 他们做不到 管他 他们用屁股来想东西的 你跟住他 用屁股来想东西 是吗 对 真的需要给他们 找不到一个掌声 你以为我真的不懂有问题吗 我能够做什么 我们能够更好的方法 来去完成我们的东西吗 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啊 是 所以你看 这个行业是你付出多少代价 有人都讲 哇 那个赚到钱了 那个赚到钱了 那个赚到钱 肯定啦 人家付出比你多 比如讲 为什么比特他们可以成功 为什么 周可以成功 为什么 Andy 周可以成功 为什么阿贼可以成功 对吗 对吗 你不懂我们历月前周期的吗 我们一起去高峰会议 你懂当时候我们跟阿里他们交情多好吗 这个才赢得的 阿里穿完了那个底裤不用洗 我马上反过来就穿 因为那个交情都去到这个地方 对吗 从哪里来的 就从我们的高峰会议 我们的交情而来的吗 对不对啊 对 我跟你们讲过 我带住的戒指 带住那个 而我们去过旅游的 我们去过旅游 我们去过旅游 是不是 但是关键在我们回那个时候 几包 两包三包带回家哦 卡都用到包哦 为什么 因为那个导游 当天他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们来 这里全部站在这里 我们上车 我们去酒店 我们吃饭 你们大大大小便 跟我很大的关系 几点起床 几点出去 几点回来 几点睡觉 明天继续 对不对呀 四天里面我就咬你的卡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安全 交了给他 对不对呀 什么事啊 所以我每次跟Andy讲 我跟他们讲 债他们 不要借我借你的人啊 我也不是在家 叫他来找我啦 Andy就哇哦 然后在那里台湾 然后在那里英尼 然后在那里日本 他敢敢带过两个人去找我 然后我在那边放个屁给他的人 听问他 他回来看没办法 是否我有影响你 还是那个过程 我想请问一下 是有影响你还是那个过程 叫你们带了带几步 肯定带一两个啦 对不对呀 你会跟他买机票 跟他吃饭 跟他睡的吗 对不对呀 跟他去找找一些地方 日本 连交给水都交不到的 你又可以交到他 不把整个身体交给你 对不对呀 你们觉得 我不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你看 我这样讲 不是每一个人 你应该 你做了这么久 有你们应该相信的人 或者你想扬他的人 那个人 那个人不能够算 跟那个人没关系 跟我做了什么有关系 对不对呀 对 是不是 所以不可以 买业市场不能做 是你们自己本身 不愿意去做 你讲我们没有交 因为一个过程 根本做得很清楚 给你们看 你不要讲你们 你们是瞎的 没看到 因为我们选择 不想看 因为带人去 我要付出代价 对吗 哪一个成功都没有付出代价 你问一例 Diamonding 成立现在 他出了多少钱 我跟你讲 没有5个million 只有10 million 对 他今天才有这个价值 对不对呀 所以我刚才讲的 你们做10% 还是做100% 你们可以拿出一点点 好了 我再问多你们多一次 多一次我想问你们 如果现在这里每一个都是核心 每一个都拿出去去趟 然后每一个 然后我们都给我们的42个 我们加上50个 在这里的300人乘以52 是多少人 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 然后这一万五千 我的意思他吃过四天 我用今天开始 去我的零售费信费 我的汇钱 就要他感受我的产品 然后去到 福利宾 来我们再想 不要他们不会回答 我很喘 你们一回答过 我又要提醒你了 来我们想 我拿我的十天产品 我拿我的十天产品 跟我的OPP来装备钱 然后我带他们去福利宾 然后四天他们打 然后每一个人带住他自己本身的核心 五十个不是来自那个核心 核心里面最少有十五个人 这每一个人就带不到十个人 然后我们一起去到福利宾 然后我们听四天讲 然后那边根本不完全照顾好他们 我想问你 全部里面 我就有一个我要的 就是那一万三 多少个大 这样 八十 不要讲八十这么夸张 不是 好不好 我们现在可以五千个万三 哇 你觉得这个房间里面的人的价值是多 我哪里需要他买机票去 我怕你没有撤过我的产品四天 对吗 如果能够五千个diamond追杀 机票是什么钱 你有你的核心坐下来谈 我们要达到什么结果 我们要创造什么辉煌 我现在不想谈 我们拿我们十天 然后我们的饭局 然后拿我们的见证大会 来做我十月份的威胁 你们写着书 你们在每一天要扮到你们的事 我想听他们吃了什么结果 你不要骗我 你们是领导人 他一打 他有没有打那个电话 来说服你 他一讲 我这样吃了这样 哦这样讲 其实他一开口 就懂他没有打这个电话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因为我们都懂有什么结果的 对不对 对 十天里面也有什么效果的 对吗 对 有可能排名菲利宾那时候 他已经买了一套 有没有可能 有 有没有可能这一套去 回来他是万大 有 有没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是五千 是 刚才我们讲的一万多 来自马来西亚 我不是叫你们带一万多 每个人告你自己的 你不要理人家 你不要给佛人家的 对吗 对 你给佛你自己的主持 你不要给佛别人的 你给佛你自己就好 如果每一个人 他都认同选进来 他是这个你的核心 你们必须要做到 对不对啊 对 对 是不是啊 对 我不是叫你们带飞吗 现在 你要不要做好 你们自己本身的仇佩罢了 对 对 对吧 对 如果下一个不小心 一遍 有没有可能我带出的 他们是我的第一个月的 帮我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 如果做得到 你们是谁吗 我们哪位以前马来西亚的 对 对 怎么 所以你看 不是他做不到 是你们 懂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懂下来 你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 我呢 如果我的五个人呢 这个五个我马上五天 你叫你的五个出来 我跟他吃饭 你叫你的五个出来 你叫你的五个出来 一吃饭 三天过后 有个饭局 饭局里面有四十二个人 你们可以带四座 然后每一个人听话的 给我给一盒 然后就说 然后我跟你们五个吃饭 我跟你们四个的 吃饭了过后 我跟你们讲整个计划 然后跟你吃饭了过后 两天过后 你们有个饭局 然后我在讲这个时候 我来过 有个问题 那后有个饭局 你觉得 我们这个月 能够做多少 你觉得 对吗 你们可以改变你们的命运的 但是你们不愿意去改变你们的命运 你们觉得你们过去的 你们的态度是对的 你们觉得过去你们所做的是对的 如果不改变 我这样讲不代表以前你们的错 因为世界每一天再改变 直晓每一天再改变 立位也每一天再改变 我们必须要改变 对吗 对 如果我们不改变 就现在的人越来越高 我就越来越低 因为我总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 我回去跳伞 不是因为老板影响到我去跳伞 我师父几时讲我去跳的 就是我在独拜 我后那边洋人的时候 因为讲完了过后 我就下去抽烟 在我在抽烟那个时候 老板就问我 你跳吗 我讲我跳 然后刚刚我一讲了过后 我还没有解释 周历他们就来了 我就跟老板讲 为什么老板问我为什么你跳 我讲我有一个理由 他讲做每一个事情 必须要有一个理由 每一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理由 刚刚好 他们都站在那边了 我们一起抽烟 然后他们讲 他都回去跳 哇 你懂得全部自消了 那动作大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习惯 看你们演戏了 对啊 你以为你们演戏可以骗得到 我们骗得到我的 对啊 演戏了 演戏了 你们尾巴敲一敲来讲 啊 不要来勒 不要来勒 对啊 我把演戏了 跟Andy他们去那边 他们影响我讲 没有 我讲 有一个事情卡在我脑袋里面 三年了 因为如果懂了我的 懂我 你都懂我的自己本身 整个过程了 所以你问我来讲 在我的过程里面 我磨到变成什么 磨到变成 那个天掉下来 我接近 拿那个被来盖 因为我懂这个是过程 不管它有多夸张的事情 发在我的身上 我都觉得是一个过程 因为以前一个事情我们很痛苦 因为我们不明白 因为我们不了解 当每一次在自己本身一级高一级那的时候 在市场磨那的时候 你就发觉到 原来一个目标越大 你的问题就越大 慢慢的变成什么磨到 变成天掉下来 当被来盖了 不管怎样 那等于说明天就过了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 昨天我不开心 不管有多不开心 过了 你来到今天了 今天你听完了 有目标 没有目标 你相信不相信 这一天 我们回家睡个觉 明天太阳就出来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每一分钟 都属于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过程 可以这样讲吗 所以那个被掉下来 我就当 天掉下来 我就当被来盖 对吗 但是三年前 有一个东西在我的脑袋里面 到现在 我都吸不掉 我三年前 真的有想过离开的一位 就是我老婆做那一天 三年前 因为我看住我的老婆断气 然后那时候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看住的 因为我老婆不是最痛苦那时候离开的 好住那个时候 我是没有事情那时候 她断气那时候我看住 我停在那边 最少十五分钟 我不懂我要做什么 也想不到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卡在我这一山 这不是每一个事情 都是我们所谓 我们能够解决的 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学 我们必须要经过 对不对 不是你讲你什么都不害怕 不是的 所以那天我都跟你讲 你没卡住我上面 我就讲 哎呀 我爷爷走 那个时候我婆婆走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你爷爷跟婆婆几岁 我爸几岁 如果有一天 都十五年我妈妈走 你懂我没有这么痛苦吗 人百年的过后她比较厉害 痛苦一定会 但是我老婆四十岁 但是那个时候 有可能我做多一点东西 我能够帮到她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我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我很想在一万五千车 我跳下来那时候 我问我自己本身 如果我不拉呢 如果我不拉呢 我会有什么结果 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可以这样讲吗 如果我拉呢 就是我会想为什么我要拉 因为我有事情还没做完 当我不拉那个时候 我总认为我已经做完 当我不拉那个时候 其实我还有事情还没做完 我必须要拉 我在这里想 跟在一万五千车里面想 有差别吗 有没有 因为她几秒钟你都会下去了 我要一个很快的速度想 然后我拉不拉 然后我讲完了过后有一天 迪士跟我讲 她都不记得拉呢 我讲完了过后 她有这个感觉 我不会拉那一段时间 她讲 你记得拉呢 我还没懂我拉不拉 我跳下来那个时候 我就问我自己 扑声下来那个时候 我应该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需要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给我自己本身 我这样讲 不是叫你们去跳 每一个人做一个事情 他必须要给自己本身一个理由 如果今天你坐在这里 你不懂为什么你坐在这里 你不应该坐在这里 你今天已经选择了利略 然后你没有做决定 你不应该坐在这里 每一个人他必须要清清楚楚 告诉自己本身 我要赢 为什么我要赢 我要赢 为什么我要赢 你不要跟我讲 因为我跟他很好 我要赢 NO 你必须要告诉自己本身 你今天 每一天 每一天在利略里面 每一天都想成功 你真正的答案 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的画面是什么 告诉自己本身 你必须要清清楚楚 这样告诉自己本身 你不可以什么都不想 跟住人家一天一天这样过 那个时间是你的 因为我们最昂贵的 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 我们最昂贵的 因为我们还佛祝 因为我们还用时间 但是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时间浪费 所以你命你们下一步 你们不懂要做什么 对吗 我必须要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目标 现在我告诉你们 下个月 在这里的每一个 你认同领导人带你进来 而你是核心 我下一次 我再用这个核心 你下一个月 你们照顾到他们 吹杀 而我给你们两个月 下一个这个联盟 我的核心 你不用进来 你不用进来 我这样讲不代表 我替你出利润 你不要进来 你好好的在外面反省 我反省你是不是真的要 跟住一枪 然后去打一个漂亮的战争 你们自己本身就想 而我再讲一次 这个月 十月份 而跟十月份 这两个月你必须要其中一个月 而我拿到去下个月 我希望 而我给你搬家 希望老板真的有那个 我不懂有没有 你们可以等 有可能没有 有可能有 在这两个月里面 你能其中一个月 必须要做到他们去 如果做不到 下一期 我们的联盟 核心开会 你不要进来 我这样讲 我会过分吗 我会 我会过分吗 我会 我会过分吗 我会过分吗 跟这个月 你们必须要其中一个月做到 大门吹杀 我在那里见 你不用去烦 越少了 越少了 我肯定给你们做到 做不到的 我会给你们重重的厚恶 做不到的 我会给你们重重的厚恶 我会厚你们 Diamond 吹杀的你们 我希望你们真的借用这一个 借用你们的领袖培训会 然后在这短期里面的四个月 每一个月 每一个人 都有好过的一个过年 所以我们这里是马来西亚 你们也是马来西亚 以前人家讲 不要给马来人拿着太多钱 因为出两处完来讲 他们就回去看风发风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跟很多国家 他们不要讲 什么叫打肮肮 他们不明白 哈哈哈哈 所以他们会 在肯定会 北领访 对不对呀 因为肯定会 我们的口头唐 都是这样嘛 所以我希望 你们能够做到 我们下一个的联盟 我会跟你们讲 在哪里见面 然后我肯定 隔壁有萝卜 因为你们做到 就是我们做到全 然后我们靠近过年 每一个免回去 在家里门头 初一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在冰冰冰 如果你打什么吵死人 赚到钱就必须要打冯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姻完了过后 和我们出去 然后顾我们的人 然后跟我们的人讲 来了 我们就安排 去达成我们的目标 我们后面的 business 你们 会跟你们在一起 然后 问你们 哪一个是你们还没进来的核心 然后坐下来 办一个目标 去完成我们应该要的目标 好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